提醒针对年长者的欺负党骗案 诈骗手法都是要求受害人 拿出钱财或贵重物品就可换取神佛保佑 对此旅美台湾辅大心理学博士蔡卓龙提醒 神佛根本不要钱财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传统的鬼神文化 我们的不了解所引起的 其实在鬼神他们并没有拥有物质性的一个肉体 所以他们并不需要有物质性的需求 那我们常会以为说我们对于神佛的这些贡献 它可以带来给我们的一个平安跟我们的一个祈福 其实神佛要的是我们的一点信念 我们所有供养这些神佛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信念的一个象征物 那这个象征物不论它贵重与否 最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诚心诚意的去供养它 这个他们才是要的是这个东西 至于一些被害人回忆 曾被威胁踩到过亡者或小孩鲜血 就会被恶灵缠身 必须要花钱消灾的说法 蔡周龙博士则指出 可以用正念正行来对抗心理有鬼 当这个恶灵相对于我称为恶灵的时候 就是他的磁场跟我是不相近的 我当我觉得不舒服的同时 他也不舒服 所以说当我自己本身觉得不舒服的一个恶灵 来到我身边的时候 那个恶灵可能也会寻找机会一直要脱离于我 所以说你只要能抱着说你自己本身的正心正念 其实不需要担心任何恶灵会来靠近你 只要你保持你自己本身磁场的一个安稳 其实所有恶灵反而是要避开你才对 还有诈骗手法 胁迫被害人 必须重金购买中药 才能驱除怨咒 蔡周龙博士则教导观众 只需善用盐巴水 就能帮助排除负能量 其实这个只是说 它在对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一种暗示 当它产生一种暗示 让你觉得说你已经被吓咒了 那你就会急于找寻一种方式去解脱 那当它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有效的 你就会误以为它是有效 其实它这个都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暗示作用所生成的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自己本身要懂得如何去让自己正确的观念的一个建立 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你自己的身体上有 不是肉体上所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话 我倒推荐我们所谓的盐巴水 就是最好的一种药物 这个对于磷的一种调理 我们只要温开水里面加一点点小盐巴 不要加的太咸 那我们早上喝一点 不但让我们的身体会觉得更舒舒畅 而且对于磷跟我们肉体的一种结合 它可以来得更完整 这才是最好的一个作用 提醒美国华人 假借鬼神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而最好的应对方法之一 就是对各种高价购买行为 都要小心谨慎 三思而后行 且大多数的宗教信仰 都是鼓励人们提高内在修养 追求智慧 慈悲 仁爱与宽容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